又买了一只锅 现在每年都要买一只锅了 因为每次买的都是不沾锅 那么一年以后 估计可能售门就到了 开始沾了以后我就不想要了 那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锅呢 显然这个锅肯定是中国产的 上面有个字 叫吹大黄 英文叫Cooker King 我想想看这个名字有点搞笑 这个吹大黄听起来有点像吹牛逼的意思 我打开看了一下 这个锅是一个11英寸的锅 其实因为这几年每年都买锅 而且那个不沾锅只能用到一年 每一年有的时候有时间 不想干别的事的时候 就到网上去找锅 这个锅打开来看 还带了一个免费的勺子 这是我这个免费的勺子 我都不太喜欢 我觉得这个不是硅胶的 我现在的硅胶勺子很好用 那么这个我为什么会选 这个锅呢 它这个 带盖的 还起了一个 搞个这个东西起个保护作用 这个锅 11英寸的 对于我们老两口来讲是正好的 有朋友推荐我买中国的 这个生铁锅 或者熟铁锅 那我也看了一下 中国的生铁锅和熟铁锅 有个特点 就是这个底下 我想它可能是 做成 未烧气的家庭用的 底部就很小一点点 那我现在是一个平面 炉头上面大约有七八个英寸 生铁锅或者缩铁锅 要是如果它的那个底部 做大了以后 你放在上面烧 经过高温的话 那个底部也会变形 所以我买锅的 挑选的这个指标之一 就是这个底下一定要有这个平底 这样烧的话不容易变形 我第二个要求就是 不能太重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重了以后我就不想去用了 因为很费劲 这个就比较好 女儿家的这支铸铁锅 质量非常的好 价钱也不费 但是我就从来都不会用它 因为太重了 这种锅我是不会买的 第三个我想调的 就是要厚度要有一点 对吧 那其实有个锅是很好的 叫Swiss Diamond 那个锅 因为在女儿家是用那个锅 那个锅的寿命比较长 但是那个锅呢 很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只有这个一半的厚 就是所以搞一点菜呢 就会往外面喷 要是如果要做有汤的东西 就不太好用了 比较浅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 所以要是如果买一个Swiss Diamond的话 花了一百多块钱 买个不是很满意的 我也不愿意 还有一个我要看的指标是什么呢 它上面会讲 可以高温到多少度 一般讲可以到五百度的 它都是价钱比较贵的 我这个不能到五百度 可以到四百八十二度 跟五百度相差也不大 这个锅五十块钱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因为吧 对吧 每年都要换一只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不要超过六十块钱 以前买的那个稍微更好一点的锅呢 七八十块钱的呢 也只能用一年 所以我就干脆讲 就不要买那么贵了 反正每年都要换 那还有一个必须要达到的 就是不能含有孵化物 说是孵化物会引起人类的这个癌症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这个锅到底好不好 要用一年才能吃才吃到 今天我一个人在家吃饭 自己给自己做个沙拉 再加上一块肉 做好了我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中午的沙拉就做好了 现在我去看电视 一边看一边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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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